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之前节目中龙哥哥介绍过 紧笛头在森林和城市环境中的进攻套路 其实紧笛头是智商非常高的怪物 他不仅善于伪装而且还善于诱敌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出动了陆军和空军夹击紧笛头 但是紧笛头非常的聪明 他并没有正面硬拼而是先逃亡 并把追击他的飞机引入了误区 因为飞机进入误区之后可见度变得很低 他们就无法一路追击紧笛头 而紧笛头这时突然袭击了飞机 并利用坠落的飞机制造了地面的爆炸 瞬间清除了地面的士兵 蓝额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紧笛头会模仿士兵的声音 向远处发出求救信号 他等待着下一批进入他伏击圈的军队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 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